今早,阿爺看報紙,說昨晚8時8時,共產黨嫂婆紅線女,在省城死亡了。 阿爺記得老馬舊擺在香港住在跑馬地山村, 算是阿爺街坊,因為阿爺住在黃黎聰, 而紅線女的嫂婆就住在北角新東方台,和紫羅蓮系街坊。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時,他們已經在澳門, 屬入匪區,去北平參加共匪魏國慶, 之後又去杭州西湖拉省直封遊世界。 那年十一月初,老馬首先帶兩粒池固定回省城讀書, 住在省城倉前新街。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, 星期三,紅線女的嫂婆在早七時, 寄救她四十萬咸龍衣箱,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尾和小坤倫加入邪惡的中國共產黨。 後來又爆出她的國語片明星黃河和她死回上海, 被共產黨的錢紙, 黃河再偷到死回香港, 哭了口說又屌不撓到紅線女的臭花蜜, 又沒有臭花蜜的錢紙, 阿爺說黃河都暗咎, 拿的錢紙去曼谷沖浴街, Tanun,Petchebury 特米, New Petchebury Road, 就已經大把蜜人淹掉了, 洗銀死回大陸, 後來黃河便跑去台灣屌山地姑娘。 謝謝大家。